Odia Jungle 比高而马苏和所谓嘻哈电影的编剧并未出现,甲乃亮巴猙獰,马苏就被打脸,什么他是我们的亲弟弟,原来是一场美丽的骗局呢。 马苏,你的嘴里有点实话吗? 娱乐圈机尾黄一星看不过去,又上线亲手撕,爆料马苏私生活十分混乱,还和小鲜肉为大薰在一起过,怪不得马苏会喜欢比高原来早有前科, 网友纷纷今晚不睡了,季节尾不要停,更有网友化身福尔摩斯,一一揭晓这些人物,早在之前就被爆出马苏伊尼请小鲜肉和孔令辉分手,如今看来可能是十群啊,马苏和魏大薰在一起过,简直刷新三观,网友直呼怪不得马苏和李小璐是好闺蜜,马苏的人设,这次疯得彻底,话说, 你怎么看季节尾黄一星的爆料,这样看马苏其实挺仗义的,别的姐妹都闷不吭声,就他一个站出来为李小璐作证,甚至不顾自己被罢的危险,大众怒也到了自己身上,怎么说呢? 马苏现在手里最大的王牌就是,他还单身,交小鲜肉交男朋友,骂得最狠,也只落得各自生活混乱风,凭不好的恶名,李小璐就不一样了,他结婚了,还做了母亲,这是婚内出轨,性质大不同,在于乐圈里混,谁还没点心机和头脑呢? 马苏能从较透明走到现在,没有过人的算机和强大的心理素质,那也是做不到的,不过人在圈里混,还是要保持底线,不要作妖作死,不然后各夜年半载,初点事就一下子就被打回了原形 暗门 暗门